96年属于当时八月中旬 眼瞅着八月底了 赶到这一天 说你看大伙也都知道 小贤在长春一把大哥这个位置 基本上已经坐稳了 不能说基本 就是稳稳当当的坐在那的 没有任何一伙长春的社会 能把小贤推翻的 没有 而且说你看 贤哥坐到这个位置以后啊 小贤这个人吧 大伙都知道 他是一个说特别善于人情世故 这么一个人 懂得去结交 懂得去交朋友 交哥们 林友金的很多朋友 他都已经认识了 说你看 也是说在自己江湖这个段位至上 给自个吧 算是说来一个点睛之笔 那你看赶到这点 来了个大事 那么很多老哥都知道啊 小贤在黑龙江 一共就俩朋友 一个是大庆的王大庆 另一个就是哈尔滨到外的交员男 而且说这个时候 他跟小男的嘛 关系还一般 哎 能算是说是朋友的关系 谈不到是兄的 但是他跟王大庆啊 正经八百是兄的 王大庆是真没少帮小贤 而且是实心实意的帮小贤 那你看赶到这天 电话来了 打这个电话的 不是别人 哎 王大庆给打过来的 巴这一杠过来 喂 兄弟啊 哎 兄弟啊 听出来我是谁吗 说你看贤哥 当时在金海滩呢 哎 这边一击 别人听不出来 你还能听不出来吗 啊 你说我能不能听出来 哈哈哈哈 行 说那个嗓 找你啊 这两天不忙吧 你说事就完了 要是你的事啊 多大事我都不忙 兄弟 你唠嗑现在 他们属实够用 啊 那行 那我跟你俩不客气了 到后天 我在这个大庆 萨尔图区 我新整了个地方 你新整了个地方 啥意思兄弟 我准备自个干个实体 你也知道 这些年吧 我一直他妈 整的这个石油 这个买卖 钱是没少挣 但是说白了 在这个大庆市呢 我一直没啥实体 叫这帮忙留的 社会人看吧 说这庆哥 一天到晚的吧 没有啥落脚点 我这不行 他妈自个开个买卖 好事啊 啊大庆 好事 说干的啥买卖呀 我整了一个这个啥 啊 这个夜度会 夜度会 啥意思 夜度会 就是那个 像夜总会那种东西 啊 搁我这还能连吃带玩的 还能唱歌 啥都有 啊 跟你们那个金海滩挺像的 啊 行啊 咋大后天开业咋的 大后天开业 我跟你说 小弦啊 别人来不来都无所谓 你得来 知不知道小弦 哎 你必须得来 你要不到我这 我可挑你了 大庆啊 说你这么聊 我小弦不仅要去 我还得给你带个惊喜 你这开业 是不是得讲个彩啥的 是不是得搭个台子 那得搭呀 你也知道我后面 啊 在大庆 我必须得搭台子 那行 你放心吧 我给你带一个重要级别的这个人物 带过去 叫他个台上啊 给你整两句 谁呀 你要整两句啊 我他妈哪够重量级啊 别问了啊 别管了 你看我他妈能不能给你办去玩了 行 兄弟 先感谢了 啊 巴的一料 那你看个啊 黑龙江这帮大哥们 包括社会 以及老百姓 都是的 非常仁义 对兄弟啥的 得实惠 哎 说哥们啥的 你有事你之声 我对你实心实意的 那你看 小弦跟当时这个大庆俩 哎 也是实心实意的交往 谁跟谁都不带藏心眼的 小弦也确实想帮他 你说他俩电话这一料去 弦哥真是往心里边去 哎 拿个电话 喂 哥呀 我是小贤 老弟啊 这个咋的了 有个事哥 你看我这 不知道咋跟你说 你说吧 啊 你说吧 什么事 这个 我非常好的哥们 我俩等于过命的交情 带这个黑龙江大庆 他是玩石油的出身 这个自个开个买卖嘛 说你看 我想给他领个明星过去 撑撑场面 大后天开夜 那你给哥打这个电话 怎么意思 你希望我这边给你找朋友咋的 还找人呢 哥呀 说你看 在老弟后面 你知道 你这么的 啊老弟 哥呢 说你看我帮你问问吧 啊 现在话不能说死 我帮你问问 如果人那边有空的话 或者说看看谁有空 我给你找一个俩的都无所谓 哥呀 找一个就行 行 我问问吧 你心里边有啥想法呗 你想请谁去啊 上回咱们金海滩开业 那阵就行啊 那阵太有排面了 行 我给你问问 啊 你先别着急 你先别跟你的哥们去说 知不知道 别急把他妈屁没出去 爸爸先出去了 咱不干的事 我知道哥 我知道 那好嘞 你就等着吧 那好嘞 啪这一撂 林友金对小贤 那绝对够用 说你看林友金那边 拿个电话 喂 妹子 我是你林大哥 嗯 忙着呢 有个事 说你看 也是我的一个好弟弟 啊 托我呀 给你打个电话 希望能够问一问 你说这边一姐 啊 阿镇从94年开始到96年 哎 甚至说从94年以后 阿镇是什么概念 那老牛逼了哥 那太牛逼了 你说这边一姐 也直接说了 小哥 说你有啥事 你就说呗 啊 说这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啊 你就吱声 是这样 呃 真是我家里边的弟弟 答应朋友了 说想做这个面子 到黑龙江大庆 去这个走个场呗 算是说帮朋友 啊 行 这样 哥呀 哪天呢 大后天 这样啊 妹子 你千万别为难 是不是 哎 你千万别为难 你如果说真有时间的话 咱就过去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哎 咱就那么地儿 哥呀 你看你能亲自给我打电话了 那我就再咋的 我也得过去啊 哥你放心吧 啊 我一定到 妹子 哥就啥也不说了 我叫我弟弟联系你 不用 哥呀 不就大后天吗 我后天 我就先到长村 你那弟弟不就长村那个吗 你咋知道的 我上次也通过你认识的 挺好的人 行 那后天我跟他一起出发 行不行 那绝对太行了 妹子 哥感谢你了 啊 没事没事哥 你给答复吧 啊 没事 好了 巴着一料 阿震 有点男人性格 他是一个贼豪爽的一个人 你用社会上女中豪杰形容他 一点不过分 甚至说在四九城 他就指明点性的 说你妈的就揍你今天 你信不信 他就维乱了 有点便宜